大家反复要求的虚无报终于是上关站了 我们看他胜率是多少 81.25啊 也是很久没有看到虚无报了 那我们来关站吧虚无报 就被放在了那个 有观众写的奶虎传的第一位啊 虚无报 虚无报永远放在第一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虚无报就成为大哥了 对吧 众多这些改名的玩家当中的带头大哥 机械毛女勘探加傭兵 讲道理这道阵容打一个纪录员呢 上来机械师或者毛女被抓 穷者挺难打的 因为你光靠一个勘探员 好像不太能把局势盘活 找到机械师了 当然找到机械师还行 总比找到毛女好 找到机械师其实还行 你找到毛女我是觉得真的很难打了 封个窗好 第一刀有了 这个开局对于纪录员来讲呢 真不真胜不知道 但是至少这个机械师啊 他在开门战之前一定会被挂飞 开门战过来保一波 可以 因为你不保这个机械师 机械师倒了上挂了 后面我觉得穷者就没法打了 你这边一波保呢 让机械师拉开一波身位 其实还挺好的 其实还挺好的 这边这块磁铁吸引到了 这里修报要追勘探 追勘探 那可能就有点别的说法了 这一把看大约这一块磁铁 可能会影响整一个战局 真的这块磁铁交得非常的好 豹哥 我们现在有两个豹哥 豹豆豹 豹豆豹是不带火这边的 豹哥好像这边人没找到 完了出事情 这阵容上来机械师被抓是没得打 但是这个机械师走了 这个阵容修极快啊 他这边想要用这个刀去打一刀佣兵 这样的话待会儿 卡一下佣兵的血 或者说打个震慑 佣兵直接救不下来 套路是你多 但是这些的套路都是 花里胡哨说实话 你现在人还没记到 你打一刀佣兵为后面埋伏笔 闪现一刀没打中 磁铁坛好了 这刀闪现是至关重要的一刀 这刀打到了呢 挂上勘探员 你别说这边佣兵过来救人 万一吃个震慑 真的翻盘了 但这刀没打到 这佣兵的血线也无所谓啊 我都不需要救人的现在 看待员这边还有块板子呢 起板子一刀 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击倒时间 我觉得 穷者还是蛮好打的 因为现在外面四台一产鸡嘛 然后待会儿 毛女这台机子学完以后呢 她把机子补完以后 她外面再重新开一台就行了 只要佣兵不吃震慑 那么一切的一切 伏笔就看这一波了 这一波佣兵不吃震慑 把人救下来 机子一定够 因为毛女现在 她可以外面去多补一台机子的 机子就一定够 但是如果说佣兵吃震慑 那就卸菜 就看我们爆哥前面 对吧 做了这么多表情 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在这一波能不能体现出来了 封一手机子 很紧张啊 暴哥 暴哥这边 这一波让佣兵无伤救了 下一波压机救人 好像不太能行吧 两个人修一台 其实我觉得再修一台 外面再修一台 会不会更好一点 两个人修一台 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 这边记录以后吃一个无效的 万一关键时候吃个无效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时间上没来讲够的 佣兵这边卡着救人 这里的话就不吃无效 不要吃无效啊 机子是够的 吃无效的话可能不好说 这边记录上的是毛女 那好像没有这波无效 没有这波无效 没有这波无效的话机子够了 佣兵吃震慑 应该也可以 机灯给他佣兵 那边 我没有无效 我们这边 看不了 在时间救下来了 这边的话没有无效 密码机压好了 密码机点亮 这把还是 勘探员给力啊 要不记录一下自己的攻击 然后一个 封门 封门的话 好像这边娃娃刚才是 看一下 没有封烧的 没有封烧的话 这边勘探员一波磁铁 宝哥走远了 他这边说实话 记录他自己的攻击 把这个勘探员抬了也不行 他围 他 本身的这个记录不够 他封不了门的话 这边即便是真的挂飞了 这个勘探 那边门也开了 打得好 这把勘探员给力啊 当勘探员那块 子铁交出 记录员去追 这个勘探员的时候 整个局势就已经扭转了 然后勘探员再凭借着 自己的牵制 把整个局势 打出了一个大优啊